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人都會想去移民或移居 移居之前也會嘗試去當地 減灑人的風土人情生活環境 所以有些人會嘗試工作假期 究竟這些工作假期背後 是否有極大的風險 因為近日 在澳洲出現了非常損失的損工 每天做6小時竟然比香港人工高 但裡面暗藏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究竟是否暗藏了什麼呢 我們現在和大家一起看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澳洲的working holiday 經常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故事聽到 這次推出一些絕世筍盤 究竟是賣血還是賣腎 還是要KK園區 究竟是什麼工 這些工能否相信得過呢 我們一起看看 稍後會分享一些例子 給大家聽 等你聽完之後 你還看你敢不敢去 澳洲本身也是有很多人 熱門的移居地 近日出現了絕世筍工 就說輕輕鬆鬆又不是鄧子豐 可以月入4萬 澳洲南部多個農場缺人 有僱主願意出高薪工做生果工 就說非常高薪工 有多高薪工呢 根據英國太陽報的報導 澳洲南部農場很缺人 負責摘生果的職位 長期沒有人上班 僱主開到每個月8000元澳市 大約4萬多的薪工 每天只做6個小時 你說到每天做6個小時 你還可以享受新鮮的空氣 接觸大自然 多棒 都沒有人願意去做 為甚麼 是否詐騙呢 難道當地人知道這是詐騙 所以沒有人去做 這個工種是怎樣 原來就說朝十晚四 朝十晚四 比做寫字樓好 有當地的議員說這是悲劇 因為現在這麼缺人 所以先在重賞之下看看有沒有勇夫去做 舉例如責產的話 日薪可以$3100 嘩 即是 士多啤梨也有 摘提子也有 摘車尼茨 生果還有很多東西要摘 責產竟然有$3100 一日 比做地盤好 為甚麼沒有人做 為甚麼呢 其實為甚麼會這麼高 或者叫做 需要人手 在澳洲的維多利亞 大部分農田的職位都是11月到4月的 因為他們那段時間是負責 收成 摘生果、摘蕃茄和摘煙草 而說到疫情期間 澳洲 採取嚴密 邊境管控措施 導致沒甚麼工人 半工讀的工作人員 都沒有走 農場的主人減產 不夠人 怎麽辦呢 到了今年7月 這些摘生果的蔬菜的時薪 由$28 大約$28 美金 隨著人手不足 政府當地調高工資和福利 如果用愛勞 會有$6000和$2000的美金補貼 所以那麼多人 希望找人去做 但不知為何 可能每個人都嫌疑辛苦 不想去做 看起來好像很過癮 但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內地媒體也有說過這些騙案 曾經去澳洲打工的江蘇市民找內地中介 介紹他做農場搬運或清潔工 月薪扣稅後 不會低於$30,000人民幣 內地中介通常 第一件事是很有趣的 先要付介紹費 或者報名費 沒錯 你未認識上班才要納入 納入舊錢 其實整件事真的有矛盾 你買位置 大哥 我沒財 我需要打工 我有$15,000不用打工 我躺平 撐你的費 是嗎 我享受吧 我去密雪冰城買杯飲品 還在這裡 跟你拆拆草士多啤梨 你都愚蠢 這個人士想嘗試看見世面 付了5元報名費 但一直沒有音訊 何時開工何時去都不知道 後來他接到警方通知後 說他被詐騙 原來這些中介公司沒有 他沒有辦法代辦工作證 純粹在這裏 明蒙你 什麼都做不到 除了黑心中介之外 其實所謂的Working holiday 在澳洲有很多港人去打工 出現了很多問題 其實是否專門欺負一些華人 欺負港人 試過 有一個例子 有港女在工作假期 去澳洲兩天就立即遇到網騙陷阱 在色魔爪就逃生 那怎樣呢 很多年輕人也是 去澳洲試試打工 但人生路不熟很容易領下 試過有位港女遇到一個非常悲歌的事件 試過被當地 所謂 僱主騙了他 又說用高生聘請你 誰不知這位港女就被這個僱主強行帶到公寓強姦 除了香港人之外 還有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都被這個 假僱主強姦 亦試過說有澳洲廣播公司揭發 其實澳洲方面 他們對於這些監管是很不忽略的 說到當地做這些工作簽證的年輕人 簡直好像是奴隸 明明 你的薪金值 舉例 時薪100元 然後他跟你說時薪50元 甚至乎時薪30元 而且每天做得很長時間 睡菊倉 睡狗鬥 不准吃 更加包括在港人在內 有些人是希望 可以延長簽證還要滿足僱主的性需求 所以 其實你說 有這些真是很可怕的例子 也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 為何這些 貌似 好像很高薪 不知道是不是澳洲已經做壞了 其實尤其是在澳洲的農業 這些工種 出了名是很多很多 這些叫做 古惑東西 衰格東西 當然因為 其實 下午就曬了 本身又熱了 就算你怎樣 穿到包含了也好 還有蚊叮蟲咬 試過有很多 不同的人士 港人也好 內地人也好 去澳洲農場打工 去體驗一下 發現 真是要命 就說這麼辛苦的情況 打算休息一下 那麼曬 休息一下 竟然被人罵 被人罵之餘 簡直是 大件事 告訴你所謂這些真實的工作 農場的環境工廠的工作 絕部分都是 環境差 超時加班 健康沒有保障 裡面 簡直是恐怖了 當然他還會用不同的方式 黑扣你工資 因為 他簡直是想著 你以為 你可能去到這些地方 你靠他 你盲工足 你做了這些黑心固主 知道你們 這些 新來的人士 人生路不熟 不懂的 難得我請你 你撿到了 你應該跪下感恩 外國也是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 尤其是農場 外國的農場 老實 那麼偏僻 你喊也沒有人理 誰聽到你喊 所以你 你不在城市 在鄉教 基本上 誰救到你 他們 尤其是女士 已經很小心 亦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Working holiday 其實 好像賣豬仔 試過有人去澳洲打工 跌落了網絡的騙局 有34個 馬來西亞人 在一個沒有簽證的情況下 去了澳洲摘水果 這34個被騙的馬來西亞人 是一個男會員 被人捉到的 這些事件 其實 可以 看得到 其實根本上 你是會遇到一些黑心的中介 甚至乎 色色的老闆 其實有很多港人都說到 就算你說去 英國好 澳洲好 其實很多人 聽回來都是被人 惹惹的 有人說去日本 比較好 日本的老闆好像有點人情味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些人說是 但是澳洲那邊 通常都是不行的 通常都是糟糕的 因為有很多 叫做 曾經在過內人 都接受過訪問 說這些 環境都是非常差 其實 在香港也是一樣的 都是被人欠握的 你在香港 又說飯中不算 一天叫你做十幾個小時 然後再吃三十秒 吃多一分鐘 和你計算 然後你打算喝一口水 然後又被人罵 等等 然後 外判 香港的外判不是 是 體力勞動的工作 你出去不是 原裝公司 本身的公司請你的 你去找一些外判公司 你現在看到的都是 幾十元一個小時 做什麼都是幾十元一個小時 有些真的離譜 有些人說人血 人血的中介 人血的外判 吃了一些人血饅頭 通宵做體力勞動的工作 竟然你不過百元一個小時 你找誰做什麼 那個價錢根本上 跟一個日頭的人的時薪一樣 這些都是完全離譜 因為別人一定開得很高 其實 以我所知 有些公司 請一個人是很闊 開的人頭費很高 舉例你找一個 倉務工作的 可能是在開1000元一天 可能是900多元一天 可能是900多元一天 或者900多元一天 可能是80-90元一小時 到一個員工手 可能是60元 左右 你想想 每個人吃30元一小時 一天吃三個水 你想想 一個月 一個人 吃幾千元 這間外判公司 可能是一個月 可能有很多人 你想想 他好像沒有什麼生利 所以這些也是 為什麼我經常覺得 做外判 其實他某程度上 是 捏得很準 然後 刻意 這方面又靠你 然後拖樑 很恐怖 說到他 尤其是去澳洲 也是 很 危險 經常都說這些 被人強姦 甚至是 捉你賣一二變 扣樑 甚至乎他控制住你 因為知道你要要求他幫你繼續續簽證 另外在這個住屋方面 用更加不同的環境 去對你下毒手 尤其是 你是女士的話 他隨時要求 你用你的肉體 去換取你的機會 這些例子 實在太多 在網上的世界 我們經常都聽到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 真的要小心去分辨 因為 究竟無端端 為什麼會有這些高薪資 當然我不敢 說這個澳洲責產 一定是黑工 因為背後有一個 原因 因為他們真的很缺人手 也試過 有外國人去歐洲工作假期 被人困在豬欄 四肢被綁 更加被人強姦 更加弄得很嚴重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件 所以大家真的出去 你不要想 西方月亮特別圓 有時候這些事 告訴你 都是一樣那麼壞 分分鐘更紅 超乎你想像 香港那些都是不停要你做的 人工低 工作量大 但是別人那些 不是 什麼都敢死 所以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別人 一定對你好一點 其實分分鐘 可能更可怕 反過來 你聽完之後 你敢不敢去 4萬元 一個月責產 隨便吧 都沒有錢 就試試去 我不知道 你盤命 這些事 有些人可能 沒有錢 還說什麼名字 所以有時候 這些事真的要想清楚 好像移民 貸了幾萬元 到時才算 到時你就後悔了 今集時間到此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 拜拜